您好,我是喜贵雅外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大学生几乎餐餐吃外食 但吃进肚子里的真的安全吗? 行政院小宝处针对大专院校及周边餐厅展开联合鸡茶 结果令人震惊 包含双北及桃园等七线市29家餐厅 竟然只有一家完全合格 而违规店家不止蟑螂乱窜,油腻脏屋 甚至有业者冰箱内的食材过期超过四年 这样的餐厅,您吃得安心吗? 带您深入追踪 环境会有蟑螂,然后会有蜘蛛酥 看到就会感觉很不味的 风险其实很高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会去很远的地方吃饭 食物种类其实我们不能多年 就是说它可大可小 消费者要知道怎么去选择 夜室最重要的就是它帮消费者找人 三餐老师在外 全台118万名大学生们 饮食、卫生安全吗? 我要那个起司蛋饼 然后萝卜糕加荷包蛋 吃下肚的究竟是美食还是危机 就读台师大硕士班二年级的晚期 一年半前曾经历一段恐怖遭遇 之前有一群同学一起去某一间餐厅吃饭 然后就造成我食物中毒 然后后来还去住院掉脸地一两天这样子 症状是会一直上吐下泻 然后我一直发高烧 食物中毒宛如不定时炸弹 让学生们时不安心 镜头来到180公里外的台中 就读朝阳科大休闲系三年级的 余婷跟荣臻 也曾面临同样难题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买午餐 你们通常都吃什么 是学校附近的 现在食物的安全跟卫生我们都很担心 就是像之前同学因为吃学校的东西 然后得偿胃炎 临时半夜决定去医院掉点皮这样 环境会有蟑螂啊 然后会有蜘蛛丝 看到就会感觉很不卫生 就找不到可以吃的 然后就宁愿饿肚子 或者是直接去超商买 宁愿饿肚子 也不愿吃到不解食物 拉肚子 大学生们想吃到健康卫生的餐点 真的这么难吗 南投普里近南大学 发生学生疑似食物中毒 有63名学生陆续出现拉肚子等症状 这家位于嘉义民雄知名的早餐店 107年4月间发生食品中毒区局案件 有46位民众用餐之后呕吐拉肚子 此际大学传播学系正在进行两天营业 迎新宿营活动 却有同学陆续发生腹痛 拉肚子 呕吐的症状 2022年6月 习政院消保处针对大专院校 及周边餐厅发动联合击查 29家业者中校内校外比例各半 范围阔籍北中南七线市 卫生击查人员前往电脚突击 现场卫生环境令人触目惊心 布置店内蟑螂横行 打开冰箱一看 生食熟食不分 未加盖通通冰在一起 恐有污染一律 北部甚至有大学校内餐厅 被揪出食材过期四年 原本的美味食材 沦为威胁食安的危险物品 卫生管理项目 29家业者 共有23家不合格 威规率高达7成9 加上源头减量 液化石油七串街 三大项目只有一家业者完全合格 消费者们怎能安心 业者常见违规样态 包含厨房及作业区 油腻不堪 脏屋灰尘为及时清理 除了店内环境及食材 卫生局人员更一併抽查 餐饮店大受学生欢迎 无限量供应的饮料区 20家业者中共有7间大厂杆菌超标 品质堪率 大学生的饮食觉得卫生安全吗 记者现在实际来到了 师大商圈现场直击 我们观察了超过半个小时 发现这里的环境还算是干净整洁 没有什么像老鼠乱窜的情形 但是我们也发现 有业者是将瓦斯桶露天放置 会遭到阳光直射 这对消防公安来讲还是不合格 业者最重要的就是他帮消费者把关 不是我会做食品 我都能来做食品业 错 有一个前提要件 就是你要知道食安法 在国外你如果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 搞不好都是热令歇业的 过期食品你摆在那边干嘛 千万不要想要赚钱 但是后面的罚则其实很重 或者对相信你的消费者造成身体的健康 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根据卫福部食药数统计 近年学校食物中毒人数居高不下 2021年共2847人 2020年1785人 2019年达到五年来最高 总计4010人 校园食物中毒人数几乎年年位居 各场所全台第一 109年我们看到只有两案 属于大专院校 在110年也只有四案 一般大学生他可能不会一起去看医生 所以这一些情况就可能就被低估了 我们对于学校周遭的餐厅像早午餐 这个我们有设定机茶的专案 110年109年的 我们机茶的家数已经超过1300多家 那另外我们抽验的也超过了1800多家 大学生日常饮食暗藏哪些风险 参访小组利用午餐时间 跟随大学生实际点餐直击 仙人肠杆菌 多处现在放置过久 为妥善保存的米饭等淀粉制品 容易导致呕吐腹泻 位居全台食物中毒 病原排行榜前三名 金黄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容易导致腹痛腹泻 为常见的致病原之一 沙盲氏菌一般出现在肉制品及蛋制品 可能引发半血症 是医生眼中的危险病原之一 诺罗病毒多经由粪口传染 若接触病菌 未确实洗手传播力极强 可能出现恶心 呕吐 高居病原排行榜第一名 其实我们都认为说食物中毒 它是可大可小 有些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他有时候食物中毒 刚开始是急性肠胃炎 可是到最后 他就开始有 菌血症 败血症 有多重器官衰竭 甚至还有民众 因为这样子就死了 但食物中毒 罪魁祸首并非一定出自 业者轻忽 大学生课业繁重 外物繁忙 没办法专心好好吃饭 或食物放置太久 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有个数字 我们叫危险温度 就借气到60度 因为大部分的维生物 都会在7到60度之间来繁殖 大学生你要减少食物中毒案例 不能说放一整天 放室温就放好几个小时都不吃 然后忙完后再来吃 那就容易会有食物中毒的方式 食物中毒俨然成为隐身在校园周遭 看不见的危机 从食材到制作 最后进到消费者嘴底 替食安把关 每个环节都不可掉以轻心 该如何替大学生食安把关 在卫生单位 稽查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校方管理 业者自律成为重要关键 向台师大 就配置两名学校营养师 会定期针对校内 及学校周遭餐饮业者 进行抽检 而守护食安学生也能主动出击 向朝阳科大师生就成立食安青年军 希望让所有同学都能吃得安心 新鲜蔬果 仔细欣喜 去无存经 快刀切丁 这间位于师大商圈 成立于2017年的美食餐厅 靖林学区 为了守护护客食安 光是出餐前的前置作业 业者就有自己一套SOP 每次我们在做备置食材的时候 都在做一次喷清洁剂的部分 我们要确保食品安全 卫生问题及交叉污染的问题 厨房食品不到每天出餐数百份 内厂生食熟食沿河分区 就连台面上的抹布也有玄机 我们抹布有分绿色抹布跟红色抹布 红色抹布就会拿来去擦 不是接触食材的东西 绿色抹布就会去接触食材 所以我们就是擦砧板 擦道具都是用绿色抹布来去做处理 自主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 如果我们自主管理没做好 都要靠外力来的话 其实这样子大概食品安全都不会管得好 就像我们要开车一定要有驾照 那以我们食品业者 餐饮业者 我能够照着相关法规的规定 对我来说也更安全 而且我能够对我的消费者达到保障 近三年全台卫生单位 鸡茶人力每年平均约550人 鸡茶家次约13万8千家 但全台食品业者超过63万7千家 仅鸡茶三成不到 大学生食安谁来把关 鸡茶人力往往是台湾卫生单位的痛 大学大部分就是所谓大学自主 校内校外餐厅主管机关 适用法规大幅相同 校园餐厅由教育部依照学校卫生法 定期监督福岛 校园周遭餐厅则是用食安法 由卫生机关注责管理 法园看似健全 但教育单位依法不具鸡茶权 如何落实管理 因为教育单位并没有鸡茶权 教育部的话比教会是 站在是一个辅导的立场 当我们会从地方卫生单位 或农业单位到学校去辅导的时候 我们把缺失会把它逐向罗列出来 含温给大专校园 一直要督导它到改善为止 我要拿两个盘子做油脂跟脂肪的检测 他是校园营养师张亚萍 过去十年台式大校内外 近50家餐厅业者全由他一把抓 这是淀粉残留的检测没有问题 这个餐盘是OK的 我没有怎么看啊 他教育的问题 他会怎么样 他会是深色黑色的反应 工废营养师 他会把关你的食材到底 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卫生状况 厨房卫生状况怎么样 一些厨房工作人到底的健康状况如何 有公废营养师我想对我们的 减少校园的食物中毒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校园营养师为守护师生 食的安全除起第一道防线 每月至少一次给足以检视 店家工作环境 卫生安全无余 好 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 油脂种极性化合物的检验 就是直接将这个仪器 放在这个油锅里面 确认一下油锅的温度 是不是达到有130度以上 那再看数值的部分 有没有超过就是相关规定 依照学校卫生法规定 高中以下学校 裸班级数达40班以上 您至少设置一位营养师 但大专院校则无强制规定 110学年度全台公餐的大专院校 真的够吗 以大学营养师来讲 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 以大学来讲我们的学生 以我们学校都是上万人 工费营养师够不够了 有时候他一个人要做很多工作 外务当然很多 因为我们还有兼计划 我还兼的社区 七八月学生比较不常在学校的部分 本不肯去支援周边社区老人的活动 不强食安网络可能的漏洞 而主要消费族群 学生也能发挥关键角色 各位食安郡伙伴们 大家午安 那今天各位出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要针对两位餐厅的标示辅导 看一下这张 套上醒目背心 首计食安规定 朝阳科大食安青年军准备出动 你好 我们就是现在要来做标示辅导 2016年台中食品药物安全处 与台中食所大专院校合作 成立食安青年军主动出击 辅导也就加强 自主管理 其实食安青年军的组成 它是隶属在台中食品药物安全处 所以在辅导计划进行过程当中 它是有强制性的 它如果违规的话 我们会所谓的通报 现在来说就是食安认真有责 不会只有餐厅 我觉得大家一起守护台湾的食安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你好 我是朝阳的食安青年军 针对校园周遭美食餐厅 食安青年军产学互助实地沟通 透过专家访试 确认店家符合规定 而魔鬼往往就藏在细节里 水管的部分尽量换比较浅色 因为深色的话它看不到里面 如果万一里面有发霉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太习惯 这个工作环境而去忽略一些小细节 那当由一个第三者 或是像老师这些身份的人 来提醒我们 我们可能有哪一些 比较不足的地方 它主要的消费群 还是在大学周边的一些学生 或是一些居家住民 所以透过食安青年军 长期以来的一个推动 其实它可以看到实际的成效 在操作之前进来的第一个动作 大学生饮食安全如何做到更好 新加坡香港加强击查人力 美国陆时食品业者登记 推动优良餐饮业者评比 或许能成为台湾餐厂饭地 像新加坡香港它是以观光为主 他们不容餐厅的饮食会出错 这是用鸡茶的方式来管控 像美国就算路边摊 它还是每个都要有登记 然后最主要是卫生的要求 翻转校园食安危机 法规已必须与时俱进 一支限期改正 那你这个六万元以上 两亿元以下的罚吗 什么时候会让那些 真的不想做好那些业者 有一点痛 偶尔刀子要亮出来 对有一些实在过分的叶子 要好好处罚一下 提大学生食安法官全民参与 你用我直辖度的每一口 才能安心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世新闻杂志哦 你订阅我的留意 你订阅